嗨 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要跟快速跟各位分享兩個 iPhone的技巧 什麼技巧呢 我以前也困擾非常久 第一個就是簡訊怎麼樣批次刪除 一封一封刪 會不會累死人啊 來看一下吧 打開我們的訊息 訊息裡面呢 正常來說呢 你想要刪除 往左邊滑 可以刪除 往左邊滑 可以刪除 累不累 累死人了 這時候呢 雙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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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時候呢 你是不是就可以 就可以快速的這樣拉動 快速拉動 就可以快速的來做 訊息的一個整理跟刪除 第二個呢 也是我困擾很久 你有沒有發現iPhone在錄影的時候 竟然沒聲音呢 難不成你以為是iPhone故意不讓你錄聲音呢 答案是錯的 首先呢 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我們通常已經先把這個錄影的功能呢 加在 快捷視窗 這快捷視窗接著呢 你可能按下去呢 這個錄影的功能的時候呢 它應該只有 沒有聲音 通常都沒有聲音 這時候怎麼辦呢 按 按久一點 這時候下面呢 麥克風關閉 所以呢 請把這個麥克風按一下 讓麥克風開啟 這時候呢 你在錄影的時候 錄 自己 手機的螢幕的時候呢 它就有聲音囉 OK今天分享就到這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